各位罵迷朋友好,又是我Candy,Layman 跟大家分享一下水 今個星期日,金槍60 火箭高大威猛 姚本輝說,高大威猛 想火箭金槍60 星期日有得看 不過Layman剛剛看了那些牌位 想選兩三場出來做深水 都不是很容易 有些馬想著是目標馬,就撿了外檔 所以今天Layman決定 量少一日馬,有什麼煩惱 明天才算 各位未聽Layman,跟大家吹水之前 可以按一下手指公鼓勵一下,讚 那些舊朋友,新朋友 都可以柯督尿去支持Layman 跟大家吐一下心底話 其實Layman經營這個頻道 沒有斷續過差不多兩年 其中這兩年有沒有遇到一些困難 還有一些甜酸苦樂 各位都可想而知 再加上現在社會的經濟環境 認真經營是困難的 希望那些朋友可以考慮一下 加入小弟的Youtube會員月費計劃 而舊有加入的Youtube會員月費計劃的朋友 可以考慮一下,升級去支持Layman Layman真是答謝大家 繼續為大家提供一些賽馬資訊 Layman經常都說 量馬,量了幾十年 都是這樣量量的 跑不跑得出呢 要講陣上際語 不過最重要是做人 過得自己過得人 就不要收了別人少少的好處 就幫人趨熱些馬 更加不要順口開河 講開又講 其實有時候跑馬 Layman跑馬 由大約18歲開始 就跑到現在 現在都將近五條草 三十幾年 其實都聽過很多馬房的古惑 小時候看過什麼上海幫 什麼獨馬鞍 然後有些騎士仔 在宿舍那裡研究一下策略 你走還是我走 你放還是我留 再加上還有一些 好像那些 練馬師 怎樣去收受外圍 怎樣賣料給人 好像羅里亞 我們的炒飯哥 怎樣 都不是很久 雖然我們跑馬 跑到人都瘋了 日子都天分地暗 一有馬跑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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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星期 打個尿陣都不用 一個星期 但是羅里亞 不覺不覺那件事都發生了這麼久 大家都記得那張照片 羅里亞坐在蘭桂坊 好像坐在蘭桂坊的街頭 沒有宿舍 其實 都不單止這些 早前有三個馬房 有些副練 好像副練 助手那些 亦被馬會停職 收到大信封 關乎透露馬匹的資料 這樣的情況 其實 雷文經常都說 一場馬 我當你有十四隻馬 這樣計 十四隻馬 已經有十四隻動物 動物在我們人類 已經是情緒 極之不穩定的東西 要它很穩定的 聽你說已經是一個困難 再加上十四個練馬師 十四個練馬師 十四個練馬師 還有十四個騎士 十四隻動物 還有 我當你一匹馬 一個馬主 有十四個馬主 其實你說 會不會簡單到 每個人都只有一條心 盡量跑好那一場賽事 我相信 就不需要 勒紋說 各位都找到自己的答案 再加上 近來那些 穿來穿去 射來射去 那些慢步速賽事 真的很奇怪 就是 一兩季之內 那些馬 好像突然間 水準偏低了 沒有理由 如果水準偏低 又沒有理由 有時快 有時慢 你說全部都是慢 都很合理 或者賴過地 全部不出就賴地 但是 結果 就證明了 都不關於地 但是 有這麼多慢步速 可能突然間 香港這麼多馬 都突然跑出了 低過上幾季的水準出來 只有 唯有這樣解釋 那好像說鬼的東西 怎麼證實這個世界 有沒有鬼 沒有得證實 全世界最厲害的科學家 都沒有得證實 所以 信則有 不信則沒有 那你想想 十四隻畜生 十四個練馬師 十四個副鏈 十四個騎師 不要說那些什麼親朋戚友 姨媽姑爹 我當你每隻馬 一個馬主十四個人 那 每個人一條心的機會 我相信 我相信 如果有家庭的朋友 大家都知道 我當你兩夫妻 加三個子女一起出去吃飯 那這五個人 叫你們同聲同氣 想著去同一間餐廳吃東西 都不是一件意事 是否這麼說 大家都相信 都有遇過這樣的情況 就算是男女朋友 兩個人 想找一場戲 都未必同條心 選同一套戲 這些只不過是吃飯看戲 莫說牽涉賽馬這些 這麼大的金錢 一牽涉到這麼大的金錢 當然是有些人特別多主意 例如有些小孩子 拿著你那封利是 都特別鬼馬 很好聽 鬼馬 至於 去年都聽過 那些騎士 一群一起 像錢建明 那些 如何收授一些商人的錢 然後 拉攏了一些賽事裡的主要對手 或者跟路人馬 怎樣去分配那場馬 怎樣跑 即是說得好聽一點 我不知道究竟是怎樣 總之就是 大家都聽過這些 不用解釋 大家都不明白 其實 如果 你說一場馬 雷汶之前都說過 有條片 小時候我們看電影 說到做馬 好像做到 這隻我要跑第一 那隻我要跑第二 那隻要跑第六 那隻要跑第八 這樣才叫做做馬 究竟雷汶相不相信有做馬 我當然是不相信 賽馬很公正 哪有做馬 但有時候 我自己覺得 好像打麻將一樣 但如果四個人 你不認識我 我不認識他 他不認識他 那當然是頂到你行 難道給你一些好牌 不認識你 當然是 鎖到你死為止 頂到你行為止 但是 那些人都說過 總之牽涉到三個人的地方 自然有辦公室政治 那就是 你兩個人 你不能拘捕其他人 就撞大自己 只有你和我 拉什麼鬼 要是你 要是我的 但是 一到三個人 就有一個人 如果跟那個人 比較好 那些人 自然就會多些問題 出現 這個就叫辦公室政治 再加上 一場馬 那麼多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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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多騎士 牽涉那麼多路人馬 那麼多錢 各位想想 有沒有這些情況發生 小弟蛇 講這個賽後報告 各位可以支持一下 雷文 在片段有機會的時候 就可讀了 其實雷文做這個賽後報告 有時候都是跟大家說一下 那些馬究竟陣上有沒有跑 有沒有一些疑點出來 其實 跑馬很專業的 全部都要拿牌 尼馬斯也要拿牌 騎士也要拿牌 騎馬人也要拿牌 總之全部都要講牌 但是 一講到專業這兩個字 當然是覺得 說得專業的 一定是要有穩定水準 持續交導表現 沒有可能突然間 發揮不到 就好像一個專業的廚師 你叫你炒一碟乾 炒牛河五分鐘 你每天不斷炒 每天不斷炒 那五分鐘 永遠都是下這麼多油 永遠都是這麼多配料 這樣倒下去 炒到差不多 那麼 保持著水準 八成九成 八成九成一百 八成九成一百 這樣都是一個專業的廚師 如果厲害的 就差不多 可以說碟碟都差不多 那就是叫做專業的廚師 不是 專業的廚師 不是 騎士 再加上 如果說到的士司機哥哥 這個比喻 我覺得比較好 一個專業的的士司機哥哥 如果我要在屯門 走去上水 這樣算 如果一個專業的的士司機哥哥 無論在任何情況 哪一天 有少少不舒服 或者心情有點不美 大致上去到目的地的咪錶 一打起來 我相信價錢也不會說 就是餐天共地 但是若然有一個的士司機哥哥 我叫你 由上水去屯門 你又去了大嶼山 打了個爬回來 究竟會不會是一個專業的的士司機哥哥 我相信 就知道 若然有一個朋友是這樣 駕駛的士 是否屬於專業 好像昨天 講到我們的田泰安 以及我們的騎士 榜牌第二 潘頓 有幾多屆冠軍騎士 昨天一共騎了17匹馬 但是竟然兩個人騎士王 就拿得六分圈回來 你說他們全日那手馬 都是不見得人的 當然沒得好說 沒有理由騎著一隻豬 就跑到一隻馬的速度出來 騎豬都不可以變馬 但是他們手上的馬又不是差 但是為什麼 就會這麼巧 就會全部都交不到水準出來 其實是否一個專業騎士 應有的表現呢 其實在雷文心目中 在香港的這麼多騎士 其實大致上 他們要交到表現的話 我相信對他們來說 是不太難的 就好像我們做事一樣 雷文或是做剪頭髮的 我剪頭髮 大致上是剪到差不多 沒有突然間有一天 心情不太好 各樣事情 就傷了整個頭 剪掉下來 整隻耳朵 都幫你剪掉下來 不行的 沒有可能發生這些事的 但是一些騎士在陣上 究竟是否有發揮到他們的專業表演呢 是否屬於他們專業騎士應有的水準呢 我相信各位馬迷 各位心中可以細心衡量一下 再說到 好像有時候 你同場遇到有很多 譬如預計有幾隻實力馬 通常都是這樣跑的 撿過當位又不是差的 但是 為什麼突然間 有時候 同一場馬裡面 會有一些主要對手 突然間跑不出水準的呢 當然在賽後報告那裡找馬會怎麼說的 找完馬會怎麼說呢 各位有空的就回到去看看 究竟是否跟馬會說法是一致呢 做馬我就是不相信的 但是 突然間有些馬跑不到水準出來 各位我相信都時有發生的 我相信這麼多位馬迷朋友 也有些切膚之痛 突然間想著他在前面走的 突然間又不走 甚至乎出閘就不見了 說開又說 有時候說到馬的賽跡 有時候都挺有趣的 這次不如拿兩隻馬就跟大家說吧 說到這隻全香港暫時 我覺得準到無論的馬 就是金槍六十 就不是說他下次的機會 我說這隻馬的準成度 準到幾乎幾乎是八發八中 出道以來 這隻金槍六十 自從第一季上陣的時候 就已經在第一場拿頭馬了 連贏三場之後 初次真情千四 因為急得就是搶口就輸了回來 然後上季直落就掃了七場 今季直落就掃了兩場 除了叫初上千四那場急了 當時的馬未成熟之外 落敗 全部都沒有落敗 再加上他的賠率 全部都是大致上 一點幾倍 二點幾倍 稍為最好分那次 就是上季季初頭 第一場是四點七倍 這隻馬迷的心目中 是一隻準成 而又真的有明星風範的馬 我相信都沒有誰去反對這件事 馬就是準 但是這文也發覺了 不要說發覺了 有一隻在丁冠濤馬房的馬 這隻馬真的每次產進來都是冷門的 稍微熱一點點 當然是很多意外 怎樣是多意外 多意外到潘頓流閘 竟然在馬箱裡面站在那裡 跑下去又差一點 這隻究竟大家猜不猜到什麼馬 這文也好過 剛剛那隻跟著那隻快馬回來 騎下去又是沒什麼 剛剛輸完7.5倍 跑過第六 這隻就是出自丁冠濤馬房的銀河飛馬 這隻銀河飛馬 有一場被人問說 關乎梁家俊 為什麼要給那隻 我記得呢 就是梁家俊問他 為什麼會被那隻富六 那隻富六當日 就贏了頭馬 反而這隻銀河飛馬 很禮讓之下 跑過第七 輸兩個幾馬位 再加上這隻銀河飛馬 那場問完話之後 下次就換潘頓了 一換潘頓 我記得 如果老朋友記得 那天也有買的 這隻銀河飛馬 那天馬會的賽後報告 就說 看看他究竟 是不是有沒有獲得 這個 就是公平出閘的 那隻馬 就說 集內煩躁不安 失地甚多 紅紅聲追回來 雖然說失了很多地 但是追回來 就輸三個幾馬位 這些走勢 當然是惹人注目的 最後潘頓就連輸三場 今季就縮落快活谷的一千頭一場 即是今季落地 梁家俊哥哥 上季梁家俊問話 其實潘頓三場就洗洗底 又漏雜 又什麼又什麼 接著今季一交回梁家俊手 大家都記得那場馬 咬著領位回來 嚴短一千 孔一聲 就過了過河勁桌 盤盤聲 這些今季都繼續交到頭馬出來 只是計過那兩隻對手 已經再交了三場頭馬出來 接著隔了一場之後 就剛剛那場 守著領位騎下去 又不是太多 這隻馬 就跟那隻金槍六十 亦都可以說得相影成趣 有一場這麼精彩的陽路事件 梁家俊被人嚴重警告 主要對手突然間失準 庫六就贏馬了 大家都記得今季分析那場馬 為什麼那場馬 跑回來那三名的馬 其實不多不少都跟丁冠浩 是因為自己作為了 馬房的馬 有些關係 富六是由葉楚航轉去偉達 對 是由葉楚航轉去偉達 旅遊拿督 之前也是屬於 都是屬於徐宇石馬房 支持開簡蛇實力派徒弟的旅遊拿督 轉去高帕新的 轉來轉去都是這幾個馬房的 那天讓路的事件 就弄了簡蛇徒弟前後馬房一Q回來 至於講到這隻銀河飛馬雷文 為什麼說他和那隻金槍六十相影成趣 這隻銀河飛馬雷文第一次被他劏他跑進來第四 我記得苗麗德轉去方家柏那隻黃色衣服 忘記叫什麼泥地那隻 跑過第五回來的營之江 就是被這隻丁半豪的銀河飛馬剷進來剃了四重彩 當日這隻銀河飛馬第一次在香港上名 就84倍了 下次再出的時候就30倍了 跑快活谷遷移 又不見了影子了 那些人又不記得 他又縮下來一千 第二次產上名的時候 也是梁家俊騎的 從56倍進入了Q 然後不論是第3、第4都好 兩場第4都牽涉到十八倍 四十四倍 稍微熱一點的 好像九倍、八倍這些賠率 七倍 真的沒有一場可以上到名的 有飛就上不到名的 今季季初 就憑著他可能有些新鮮感 梁家俊又騎上去 由潘頓洗完底 29倍就爆了一場頭馬出來 這隻銀河飛馬 這隻銀河飛馬 真的懂得看電算機的馬 不道理不信 總之 冷的時候 他又突然走出來 殺你一個措手不及 在很多疑點之下 你以為他配到最好的騎士 好的檔位 他跑得好的時候 他就站在那裡 有時候就讓路 所以有時候 跑馬的東西 真的有時候 風險是很高的 俗語也有說 高風險 高回報 看看各位 如何在馬場 運用各位師兄的智慧 去 克服一下 又當是娛樂 又當是怎麼考一下自己的眼光 其實馬場煽路的東西 各位信則有 不信則無 但是我這紋 看不過眼 有這麼多的慢步速 還有 自從這一兩季以來 也有很多馬 即是同場 有些馬突然間 失去 失去原有的跑法 變成同場 少了主要的對手 好像突然間 譬如有五四五隻馬 去爭的 我們在投注人的角度裡 要很難去兼顧得那麼全面 兼顧完的時候 就變成沒有了直撥率 變成惹起很多頭注上的煩惱 但是好像有些人 就突然間知道 那場馬 突然間的飛數 顯示到 好像有些主要的對手 都未必跑得出水準 最後 就好像 四五隻 五六隻馬 突然間有一兩隻 跑不出水準之後 就變成好選擇很多 所以跑馬的東西 就 信則有 不信則無 今天和大家吹水的 最重要就是 吹到這個 就是 怎樣何謂一個專業的練馬師 好像丁冠濤那段 被人大信封請走了那三個副鏈 涉入丁冠濤、沈集成、容天鵬 那些是報紙所說的 不是我所說的 這些新聞到現在 都隔了一段時間 但是好像沒有了著落 是不是這樣說 好像沒有了一件事 再加上去年時 大家都聽過這些新聞 不少 雷文雙不相信有造馬 我不相信有造馬 但是 兩夫妻打麻雀有沒有鬆張 我經常在麻雀桌上 看到真的有這樣的情況 今天講到這裏 拜拜 好